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瓶妖鬼之碎 若殿下能大为去一趟 则借时所获功德 将禁术奉于你坛上 我在山里遇到了一个能驱使银蝶的少年 他是何人 太子殿下 你刚刚说什么 他说他遇到了花城 原来他叫花城 这名字到底适合他 太子殿下 你遇到的人真的是花城吗 他还有什么特征 红衣 黑靴 还打了一把伞 他 他对你做了什么 破了玄机设下的迷阵 还帮我带了个路 就没了 没了 这 这 花城到底要干嘛 但殿下在世间游历 也有可能再遇花城 所以 还请务必记得一件事 花城出身于铜炉山 那是一座万贵相残的古城 或许他一时对你怀有善意 但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能避 则避吧